张大师兄联起中国 好 这就是夏南大师兄的尼路 不错 芝麻糖 这个吗 我刚刚给他说咱家是飞鱼 他不信 省机飞鱼 咱有牌子有证书 它那个芝麻糖是有特点的 它那个特点就是糖果中间它灌的东西 它灌了花生 瓜籽 芝麻 核桃 葡萄干 这能灌进去吗 它不是空心的 对吧 对 它不是空心的 那我们尝一个 可以啊 不是 很酥 是吧 然后里面还有各种花生仁在里面 咱平常吃的那麻糖 对 它是没有的 咱们这个产品的原料 它是用小米跟麦芽 都是咱家吃的那种纯粮食打造的 纯粮食吃糖 我爷爷的爸爸 他们那个时候在汤银福记糖坊就有厂 这个有多少年了 这个有100多年了 咱有《暗阳县志》 《暗阳县志》那本书里面 专门记载着咱这个 《草马芝麻糖》这种产品 你家是不是也对一个 对 我们是暗阳一个本地百年老字号的宝典 它这个暗阳比较出名的梁花 这个 你打开一个 这个我知道 小的时候 小时候吃过 里面超酥 哎呀 是那个 嗯 是是是 在空壳了 小的时候我妈妈给我买了糕点就这味道 正儿八点是从民国的时候 就有一定有这个糕点 行走亨坛 都懂中国 欢迎收看《夏洋美食小龙马一游记》 跟着夏洋美食和小龙马 一起来安阳打卡探寻文字的起源 品尝安阳美味 在这里啦 小龙马即使您下载 健行生活APP想八十元的新日礼包 还有更多好礼等着您 如果说百年的美食传承 值得我们点赞品尝的话 那安阳这个城市的千年文化底蕴 更加值得我们慢慢领略 所以咱们再猜两个字 这个我知道 煮鸡蛋 是不是 一阵从云大夫说在下面靠火了 无相冒胆 这是殷虚 没错 如果说中国文字博物馆重点在陈列 那么安阳殷虚啊 更多的则是原生态的展示 刀羹火种几千年的文明 在殷虚便能透视三千年前 殷商社会生活的景致 那么那个字到底是啥呀 先说十五的十 十五的 大家印象历史当中 当时是你以食为天 我们这里就有很多甲五文食 这个就是食物的食 你别说长得还真不像 就是一个人在吃一条鱼 然后流着口水 那我们写的这个是假的吗 不 这个是一个器皿 然后有盖子 把器皿盖上 里面少点麦碎 这个写法是郭沫若老先生说的 那我们写的也没错吧 也没错 就有个食物 少了麦碎 这就是鬼 鬼 这就是吃饭的 北京有条街叫鬼街 就是这个字 就这个字 这叫陶鬼 我最早去北京市 我以为那条街是 有鬼的街 或者他们告诉我 那小吃小姐 吃饭 这个叫盐体蒸菠 这不是像咱们说的尼炉烤肉 这个就是里面有猪肉 而且这个猪肉里面还有花椒 而且花椒不仅可以调味 在商代时期 我们发现很多战士身上 有了伤口以后 它也可以 有那个麻醉的作用 是吧 这就是货币 可以说这个东西 其实在那个时候 原来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一般增加物 对 它就是一种身份财富的象征 那个时候贝壳 居然是被作为货币使用的 那我觉得还是咱们现在方便 你下载一个健康生活APP 不仅支付方便 而且还有各种优惠 超市的 高点的 小食品的 实惠多多 优惠多多 关键还能省钱 你说贝类的殷商时期这么值钱 那我带你吃个这个怎么样 贝壳 那有啥吃的呀 上面这叫叫美 下面这叫什么 美食 没毛病 从道理来说咱们的安阳 应该不吃饺子的 啥馅啊 贝丁的 啥馅啊 贝丁 就是咱们说那贝壳肉 咬住 对对对 味道怎么样 味道不错 我们精彩来吃 贝丁水饺子它是主打的 贝丁还可以 砸着吃 三种吃法 都是吃贝丁的 这儿的特色 贝丁还能三吃 砸了不先 这是第一吃 我们贝丁饺子煮着吃 哦 这是煮多吃的 这两个贝丁 一乘26是啥的 一乘我们的饺子有26克 一个饺子 哦 一乘26克 15克的话就是390克 对对 哇 要精准 到克啥两 第二吃是那个脆炸贝丁 它炸完之后是感觉是什么样的 脆 姜 贝丁是个软的 你咱也得炸脆了 不没有 我们蜜之糊 蜜之姜 哦 这个姜 裹到那个贝丁上面 哪说挂了个糊 对对 一炸 对对对 所以说叫脆炸了嘛 金黄的颜色确实诱人啊 那是第三吃 第三吃是炒 不过这个搭配嘛 有点怪 第三吃呢是我们专门养的那个散燃 奔鸡 奔鸡蛋 这个贝丁一配水 鸡蛋一块 营养相当豐富 您说是炒第三吃 对炒的 一煮二炸 三炒 三炒 鸡蛋 韭菜 贝丁 这三个鸡蛋 没人吃过 行走河南 都懂中国 欢迎收看 香香美食 小龙马 跟着香香美食和小龙马一起打卡安阳 探讯蚊子的起源 品尝安阳美味 在这里啊 小龙马提示您下载建行生活ABP 抢有80元的新人礼包 还有更多好礼等着您 一吃煮二吃炸三吃 炒 嗯 背丁还挺新鲜 它其实应该有腌制一下多的一些咸鲜的味儿 毕竟是海鲜 它跟韭菜产一块之后 韭菜也是鲜的 背丁也是鲜的 再加上肉皮薄一些 能看到里面有韭菜啊 稍微绿一点的 背丁的颜色 还稍微润一些的 所以一口下去 每一口都是无尽的26克 脆炸背丁 这个来说炸完之后 它有那个酥壳 皮儿来说的话是那种比较酥脆的 它皮儿咬开之后 一颗完整的背丁 背丁被包裹之后 背丁里面的水润的程度很香很香的 万一它还给你配了一些胡椒的料 这个炸完之后 会会会会 这个属于比较鲜一点 这个呢 这个属于比较香点油炸的嘛 那第三个 润 嘿嘿嘿嘿 如果说美食带给我们的是味道的盛宴 那么安阳这座城市 带给我们的 则是精神与心灵的震撼 不论是文字博物馆的陈列 还是阴虚原生态的展示 亦或是景区里面随数可见的雕刻的甲骨文 再亦或者是饭店墙壁上的装饰 古老的文字的魅力总能让我们低头思考 想要去寻以中国思想之温锁 中国精神之起源 中国信仰之源头 想要追寻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与品格的由来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